近日,中国分别与新加坡、泰国等国家正式签署互免签证协定。 协程等平台显示,春节期间付新加坡、泰国旅游订单增长超13倍,新马泰游客来华订单同比增长9倍。 其中,中国的上海、成都、哈尔滨等地成为海外搜索热门目的地。 协程数据显示,截至目前,春节期间中国游客付新马泰三国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15倍。 春节期间,新马泰游客来华旅游订单同比增长9倍,新马泰分别同比增长超14倍、11倍、8倍。 此次中泰永久互免签证协定从3月1日起正式实施,无缝衔接原本至2月29日结束的对中国游客免签政策。 业界表示,协议签署后将极大方便中泰两国人民往来。 那从我们监测的这个多家旅游平台的相关数据来看,比如说搜索量,其实是比前一天是增长了7到8倍以上的。 这次的中泰互免政策宣布之后,其实也是给泰国旅游带来了一个小高峰吧。 然后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,尤其是涉及到想错峰出行的客群。 那我们目前也是接到了很多航空公司的通知,他们会近期已经或者是准备去恢复东南亚的航线。 然后我觉得会加快旅游经济的一个恢复,能够恢复到19年的状态。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,2023年前三季度,中国国内游客达到36.7亿人次。 国际旅游也呈现对外化发展,中国旅游业的强势复苏,让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期待看到中国客人。 总理街机、过水门桥等新闻也见诸报端,2023年中国公布的出镜团队由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30个,与中国互面签证的国家越来越多。 业界认为,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,同时也大大便利了各国之间人文、商务、游学等方面的需求。 储备了将近300条的产品,涉及了定制油、跟团油以及这种自由形的产品,然后也会涉及像亲自研学,然后包括像文旅融合以及网红景点这种打卡,还有休闲度假的产品,多元素的产品来去满足这种客群的需求。 这种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外人员提供的出镜的便利,对于各国的旅游、商务、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量。 最近这段时间密集公布免签的现象,确实也表明了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签证互惠政策,以促进中外人员的往来,尤其在经贸合作和人们交流这块,应该说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联合国旅游组织日前发布的世界旅游业晴雨表显示,2024年底,国际游客预计达到13亿人次, 国际旅游业收入预计相当于2019年的93%,2024年预估会超越2019年。